謝謝 謝謝 大家好 魏如瑩今天又要跟Quindom合作是不是 對 那選歌他們有跟妳一件嗎 選歌有我們一起討論的 因為我想就是麻煩他們編個曲子 然後大家都沒有嘗試過 所以對我們來說真的是一個大挑戰 那妳選的三個偶像分別是 Damien Rice 然後還有 Radio Head跟那個 王菲 三首望兩首線是說 真的是妳的偶像嗎 真的是 他們各自在影響妳什麼不同的階段 就是我很佩服那個Damien Rice 他是我在學吉他的時候我很想效法他 然後還有 妳唱的也是那個倪安東有唱過的一首歌 對對對 因為這首就是最廣為人知 然後我覺得他是那種 他CD然後會跟現場是不一樣 然後他好像吉他可以代替他唱歌 那種感覺非常棒 然後那個Radio Head就是 以前在玩樂團的時候 大家一定得聽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玩樂團的時候 聽Radio Head就是一個很前衛的行為 林佑佳也很喜歡 也像他們曾經過 那王菲就是 王菲就是從小到大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太酷太酷的人了 聽說十六二十九他就要付出演唱 這個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那就好好唱 好不好他也是有在看我們節目的 好 這樣會有壓力嗎 有 可能要很久以後才會看得到 所以沒有關係 好 在這邊呢 歡迎我們的魏如映跟高雄 掌聲歡迎他們 我真的覺得我們這次編得很辛苦 因為時間蠻壓縮的 然後三首歌要合在一起 然後中間要有一個漂亮的落魂 但是我們就是練得很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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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把這三首歌很完整的呈現給觀眾 魏如映與浩頓樂團 將三首歌曲重新編曲 他們的用心能夠獲得評審青睞嗎 部分人都會唱這首歌 So it is.... We all see. zast蠻直接 Judaism No love No glory no hero in her sky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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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take my eyes o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And so it is Just like you say it should be We'll both forget the breeze Most of the time I can't take my eyes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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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mind But 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care if hurts I won't have control I won't perfect body I won't perfect soul I want you to notice But I'm not around It's so fucking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She's running out the door She's running out the doo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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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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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執無罪 夢想永迦 讓他們驚訝 劉片比明天要更好沒錯啦 是明天要更好是我唱錯啦 我們大家 亡命承擔 來張開嘴巴 什麼愛家 什麼天啊 明天我要半月喜馬拉雅 什麼高老 什麼大笑 高天能練成最幸福的家 嘻嘻啊 哺哩哺啦 只有天早 聽懂我說的話 嘻嘻娃娃 嘻嘻啊 不要的嘴巴 總不說髒話 我們不傻 我們不傻 我們為他 我們不傻 謝謝 哇 怎麼樣 就是修理的姿態也是跟你一樣有畫型是嗎 蛤 不可能把它修掉的原因 小玲老師覺得他們這樣子串起來的編曲編得如何 我覺得可以跟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合作 我覺得那個感覺真的很棒 而且可以看出來你們的感情 對 尤其是 你看出來了嗎 我一直還看不太出來 沒有 可以感覺出來啊 到底是哪一個 你是說他們三個四個之間那種 對 對音樂的感情 對 就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只有 一把吉他的時候剛開始 一點點一點點 那我覺得那個一定是要練習很多次 那個可能不是練習歌 可能是平常日常生活 就是相處 所以那個呼吸 氣息都是一樣的 很好 對 那我覺得 在一起的那個 那個情感 完全都可以感受到 但是現在要講到的是 歌曲裡面各自的細膩度 喔 好 那就沒有你們三個的事情了 好不好 這裡很危險 趕快離開吧 掌聲謝謝Quindle 其實我覺得 慧如瑜 比之前 更能夠掌握自己想要表達的 但是 每一首歌的那個精神 那個狀態 那個所有你心裡的素質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 現在就是卡在那些你的氣不足 所以會變成 第一首歌慢慢下來 第二首歌 它已經有一些 上氣不接下氣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尤其是 你現在三首歌一起唱 到第三首歌 它的真假音轉換的部分 又要更多 尤其它這個副歌 什麼海角 什麼天涯 那個 完全都是在高音的部分 幾乎你的聲音是 微弱到 其實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真的 你只差這個了 好 我們馬上就來看 魏如瑜跟Quindle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不錯的分數喔 韓仙光老師 我覺得已經可以上演唱會了 謝謝老師 因為 雖然它不完美 但是他們的整體表現非常好 那 真的是 小明老師講得對 就是到了第三首歌 你就沒力了 所以也許邊跑邊唱 也可以練習你的那個 肺活量 然後更能撐得住 第三首歌耶 那整個演唱會怎麼辦 所以 但是 整個Android 你在裡面加在一起 你找到自從道合的一起朋友 然後來表演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這樣的精神 都是現在 在座老師都很羨慕 也其實想過去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團的時候 那種感覺啦 也希望你好好抓住 這三個這個 這個 非常厲害的樂手 其實可以共同創造出 屬於你們的音樂 恭喜 魏如雲 謝謝 整體感沒有直接練習的時候 好 差很多其實 差超多的 其實對自己要求 非常非常的嚴格 所以其實今天這樣的表演 其實 我會覺得沒有表演到我自己的表演 魏如雲得到23分 與葉韋婷同樣以40席分 佔據領先 而最後登場的張星傑 嚴一格 能超越他們嗎 張星傑請出列